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我们这种在国外待了很久的人来说 或多或少都会喝一些咖啡 但是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像Tim Horton 青巴克或者甚至是麦当劳的咖啡 但是因为疫情嘛 大部分人都待在家里 也不太愿意在外面买咖啡 所以说就开始学着自己煮 后来我就建了一个群 建了群之后 我发现很多人对于煮咖啡这件事情一直半解 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个系列视频 去帮助大家 能简简单单的在家煮出一杯好喝的咖啡 那我觉得摩卡壶特别适合新手 所以说我就放到第一个来讲 为什么说摩卡壶适合新手呢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非常方便 如果大家看过我上一个视频就知道 我其实是有一台半自动意识咖啡机子 就像后面那一台 虽然不是特别昂贵 特别好的一层 但是煮不出来的Expresso 怎么也比摩卡壶强 因为摩卡壶只能煮出类似Expresso的东西 但是它的浓度 它的压力完全到不了那个水平 但是我们却不是很常用 其实摩卡壶反而是我和Eva最常用的 我之前说我是奶爸咖啡师嘛 因为像我们这样有孩子的 早晨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那根本没有时间去开这种机子 我虽然这个机子的锅炉并不是非常大 只有1.3升 但是预热也要10分钟到15分钟 而且用完之后还要清理 还要放蒸汽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非常麻烦 那这个就不用考虑这么多 放在炉仓煮 煮完之后 丢在池子里面晚上洗油都没有关系 那另外一方面我想说 很多人会觉得说 胶囊机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我也觉得胶囊机很方便 像我自己也有胶囊机 总的来说我觉得胶囊机一方面是太贵了 像在加拿大的话 就算打折一个胶囊 就Netresso来说的话 也要70到80分左右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不是很环保 虽然说很多厂商都开始注意环保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终归都不如自己买咖啡豆来的环保 所以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相对来讲 摩卡糊对于新手来讲比较简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在咖啡充足的过程中 变量是非常多的 我们不算豆子的好坏和水质 大概还有五种变量 一个是粉的重量 再就是粉的粗细 也就是咖啡师常说的研磨度 另外一个就是水的温度 再来就是萃取的时间 也就是咖啡萃取的过程中 水通过咖啡粉的时间 再就是我们说的叶重 也就是水分比 你最后得到的那个咖啡叶的重量 和你加进去的咖啡粉的比例 这么多变量 你要考一卷就非常麻烦 但是因为器材的原因 摩卡糊很多变量是不可控的 所以说反而倒是轻松了 像比如像水温就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它是要烧开才可以萃取咖啡的 所以说你除非搬家搬到山上去 或者轮到盆地里面去 不然你也无法控制沸腾的温度 你就根本不用想这件事情 萃取的时间也是不可控的 包括你最后得到的咖啡叶的重量 也只能有一个大概的估计 但是并没有办法准确的控制 你真的要控制的只有粉的粗细和粉的重量而已 这样来讲对于家庭新手就容易很多了 当然对于咖啡厅来说是比较头痛的 因为你不能保证每一杯咖啡是一样的味道 但我知道也有很多意大利的咖啡店依然有摩卡糊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优点就是 摩卡糊的浓度相比于手冲啊 法牙 卧尔包之类的这种泡绿式的咖啡浓度要高 浓度高有什么好处 我发现很多朋友虽然说一开始接触煮咖啡 选择的是手冲 但他们其实喝不太惯黑咖啡 就是依然要加糖加奶 那如果说你手冲咖啡再加奶的话就很淡的 就有点像一杯咖啡味的牛奶 就不太像咖啡 这个时候摩卡糊的优势就来了 就是因为它的浓度虽然说没有意识剂这么高 但是还是要高很多的 所以你拿这个再加牛奶的话 就会得到一个口味还不错的牛奶咖啡 另外它依然可以做黑咖啡 你可以做完之后再加一些水就变成一杯还不错的美食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万能 那有些人说现在有很多厂商做出那种小型的拉杆式的意识剂 为什么不用那种 因为这个浓度来的更高 味道来的更好 但是我觉得你用那种机器的话又要考虑那些变量问题 而且它的填压制作过程甚至于比这种半自动意识剂来的还更加麻烦 所以说并不适合新手 也不是很适合像我这种早上匆匆忙忙喝一杯咖啡的人 再来就是这个摩卡糊非常的便宜 我买的时候不过才30加笔 而且很耐用 我觉得用很久都不会坏 那我们来看看摩卡糊的结构 其实摩卡糊的结构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上壶 这个上壶上面咖啡液会从这个里面出来 还有一个粉碗 最后是个接水的下壶 原理也很简单 就是这里面放水 然后把粉填在这个里面之后呢 煮开之后 蒸汽会有压力 把水从这个管子里面挤出来 通过咖啡粉 最后萃取出来 咖啡液就流到这个上壶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制作原理 那我们现在就来尝试一下 做一杯拿铁和美式 给大家试一下 好我们现在开始做 为了这个视频 我尝试了很多摩卡糊的制作方法和参数 发现一个固定的参数 没有办法套用在所有的豆子上 所以后来总结出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这里教给大家 首先是粉量 不需要刻意去撑 我只是撑给大家看一下 用粉把粉杯填平就可以了 就我这支三杯份的摩卡糊 大概是22克豆子 所以直接称22克 因为是大晚上 我就用了一支没有咖啡因的中烘配的瑞士水洗的哥伦比亚 再来就是磨粉 我强烈建议爱喝咖啡的朋友最好还是能有一台磨豆机 无论是电磨还是手磨都可以 我直接用我意识的电磨去磨 会比我平时的意识磨得粗一些 因为市面上有太多种磨豆机 没有办法精确的告诉大家咖啡的研磨度 所以做了一张对比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左上是我平时意识的研磨度 右上是摩卡糊的 会明显粗一些 有一些颗粒感 右下是手冲的 基本上都是一粒一粒的 家里没有找到太好的参照物 就拿芝麻做一下对比 这个研磨度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毕竟不同的豆子和烘焙程度是需要调节一下的 简单来说 如果最后咖啡有很刺激性的焦苦味 一般都是过度萃取的 需要把粉磨粗一些 如果有非常不舒服的酸味 或者咖啡非常淡 通常是萃取不足 可以考虑把粉磨得细一些 把磨好的粉加入粉碗之后 需要轻轻把粉布平 但不要去填压它 也可以轻轻敲击一下 不过不要有肉眼可见的缝隙 不然容易产生严重的通道效应 导致咖啡萃取不足 加水最好是加热水 不然煮的过程会过长 容易灼伤咖啡粉 加水加到稍微低于这个歇压阀就好了 我这个壶大概是130克的碎 最后因为加的是热水 壶身会很烫 用一块抹布垫一下 把壶拧紧 这里需要用一些力气 不然加热后容易渗水 放在炉子上打开盖子 开中火加热 这里我用的是这种电炉 如果是明火 一定要只加热湖底这个范围 不然旁边的把手很容易被烧化 因为每个炉子的温度不太一样 很难确定一个准确的时间 所以最好还是看在旁边 很快液体就会流出来 等到有明显的大气泡涌出 就可以离火了 然后盖上盖子 迅速冲凉水 强制给下壶降温 让萃取停止 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过度萃取 最后我们大概会得到 85克左右的咖啡液 我和伊瓦早上两个人喝就够了 另外如果一次不想煮这么多 可以考虑用粉量的 6倍重量的注水量 像我自己一个人喝 会用15克的粉加上90克的水 得到大概55克的咖啡液 但如果制作的份量和糊的大小差距太大 就推荐换一个小一些的糊了 那我们现在分成两杯 这里不需要像我撑的这么精细 大概分成两杯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做一杯拿铁 热一杯牛奶 用法牙壶打奶泡 这个我之后会单独做一期视频 来介绍怎么用法牙壶打出绵密 甚至可以拉花的奶泡 有兴趣的可以订阅一下 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那我们加一些可恶的 这颗粉来拉花 你看这个奶泡还是很绵密的 流动性也非常好 最后是美食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水就好了 一般是叶重的两到三倍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现在来尝一下这两杯咖啡 我们先来尝一下拿铁 奶泡很绵密 然后融合的也很好 虽然说因为是geek off的有一点蛋 但是觉得我们大晚上的还挺好的 然后我们再尝一下美食 还是有一点酸度的 而且没有过脆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很成功的 那最后我还是需要有几个小的补充 一个就是我觉得用摩卡糊的过程中的话 最重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防烫 一个是在拧的时候 因为它所有的糊除了这个扑盖上面和这个把手 都是非常烫的所以一定要小心 再就是它毕竟是一个高压的有压力的东西 所以说注水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住在这个安全阀以下 而且不要让安全阀跑向自己 如果说真的出现噴出来的话 以免烫伤自己 另外一个是我见过有人会选择用一些绿纸填在里面 就是用一个圆形的绿纸填在这个粉上面 因为摩卡糊有时候萃取出来的时候 然后会有些细粉进入到咖啡叶当中 但是我个人不是非常推荐 因为它会增大这个糊的压力 然后一方面会容易导致过脆 另外一方面它如果压力过大的话也是比较危险 然后再就是做的时候要记得拧紧 我一开始用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稍微拧下就可以 但其实还是要拧得相对比较紧 不然的话它从这个接口上面水会流出来 今天时间不早了我们就到这里吧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摩卡糊的小技巧 欢迎留言在下方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如果你还想看到以后我做的一些咖啡相关的小视频 或者关于我和Eva在加拿大的一些生活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加上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